雲林倫貝 鄉民齊居 在儲蓄互助社前心急如焚 因為傳出裡頭有員工 堅守自盜 捲款三千多萬元 不告而別 來聽聽民眾的說法 你叫不叫 叫法庭 你叫法庭 我四十歲 笑這麼輕盡 輕盡之後我們 現在他們都沒走過 所以現在你也是要去 說不定還是怎麼樣 那是我們稍稍告訴他們 我也不知道他們裡面 要花一個最多人 所以我就錢走 如果拿來 一下一下我就關心 再拿回去再做 那麼據了解疑似民眾 太信任這名員工 長期把存折放在他那裡 導致前遭隨意挪用 有民眾是發現 十幾萬元存款只剩八千元 因此揭發這件事 而儲蓄互助社 有五百多名社員 大家現在是人心惶惶喔 希望互助社可以儘快來處理 那麼以上是為您掌握的 最新情形 將時間盡頭交還棚內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